我们刚刚在黑箱子里面 有看到两支的口红 但事实上就只有这么一支 现在通过浮空投影的技术 可以让产品有更多元的呈现 真真假假 让人分不清虚实 这是一个利用物理原理 做成的魔幻箱子 浮空投影利用光学和镜像反射 让影像投影在空气中 就像是漂浮着一样 第一种大家最常见的 就是市面上有一个风扇 那又一排LED灯在旋转 然后利用视觉占流的原理 那第二种呢 就是一般我们俗称的 精致塔型的浮空投影 那最后一种呢 就是我们现在目前看到的这个 叫做自制型的一个浮空投影 那它的原理是比较简单 它是用一个反射板 欢迎邓丽君 以故歌手邓丽君 再次献身演唱会 一首《你怎么说》 让现场观众听得如痴如醉 婉转的声音和一瓶一笑 仿佛就是它当年风华震盛的那个时候 跨越几十年的时空 和一孤歌手同台演出 这是浮空投影建立的魔幻空间 3D建模加上光学原理的浮空投影 可以创造出更多令人惊艳的舞台效果 但以往这样的表演得耗费庞大的时间和人力 现在有一种利用简便的设施 就可以达到浮空投影的效果 我们这个浮空投影来讲 英文来讲是叫Hologan 那它在物理上的一个原理 其实是利用我们的反射 我们其实我们把我们主要的发光源 放在上面或侧边 那利用压克力或是玻璃的 透镜的一个反射原理 手机拍摄360度全景照片 通过团队特制的APP运算 以往需要几个小时 甚至几天运算的影像 两分钟后就成型了 看来呈现的是 我们刚刚有帮您拍的一个浮空投影的照片 我们拍摄这个的话 大概只花了两分钟的时间 一个小黑盒和一只手机 就可以完成一个浮空投影的影片 这让这项有趣的光学运用 可以更普及 简单易懂 连国小小朋友都可以自己拍摄完成 利用这样的方式还可以分解动作辅助教学 就像是体育课 如果加上VR眼镜 更可以让学生有胜利起见的效果 原本是IC产业的创办人陈明祥 独立创业却舍弃往高端影像的业务开发 反而投身校园推广 研发让普罗大众都用得起的浮空投影技术 虽然它跟升学的关系没那么大 但是这样子整个一个类似 我们有点像自媒体的素养 这个是跟学生一辈子是都会受用 这样的教学方式多元 也相拟了下一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